來給妳體驗看看 很好放一下 真的嗎 真的 好緊張喔 妳剛才有聽到 SHOOT的一聲嗎 有有 那就是 妳是靠手腕力道跟崩到線 才會有那個SHOOT的聲音 對不對 對不對 水深涼得好 就夾到我 就被夾了 這是引力於耐心的訓練 真的 還有訓練 來囉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琪 大家好我是唐唐 今天來到歐雄釣蝦場這邊 跟我們的代言人唐唐一起釣蝦 因為他也是第一次釣蝦 就跟他一起出來教他怎麼釣 三次是阿剛跟穆萱嘛 這一次是我跟你 我希望你今天能好好的學習 好 下一次我們就跟阿剛 還有穆萱一起PK 那我們現在就來去釣蝦 好 OK 走 那今天我們就一樣就是 我們蝦站天下出的新手包 嗯 裡面一樣就是有一顆 阿波嘛 還有天秤 跟縣竹這一些 都是綁好的啦 配重也是配好的 縣竹就拆開 今天選的是 一樣是陳環奇跟蝦站天下的 聯名款的阿波 因為知道今天是你要來嘛 用的好像糖果一樣 你有沒有可愛 好可愛 那我先把他用起來 那一樣 這樣就把它勾起來之後 現煮這樣子 嗯 那我們就會先量水深 所謂量水深的話 我都給你看一下 這邊這個叫做水深瓣嘛 水深瓣會這樣子 在量的時候 我會讓鉤子有點懸空嘛 嗯 會懸到一點點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你只要量剛好的話 而蝦米量掛下去的時候 它鉤子會有點彈彈的 它不是很剛好觸底這樣子 我反而是覺得有一點點懸空 勾下了這個蝦米之後對不對 它會剛好這樣子 雖然感覺現在是懸空 然後我們勾一次下了就知道 我也是都是會去頭去尾 就剪掉這個後面 留著身體這邊 為什麼要去頭去尾 那形狀跟鉤子是不是就很像 哦 有沒有 所以它是把鉤子藏起來嗎 是啊 露出一點點鉤尖 嗯 一樣從背進去 感覺到一半的時候再把它勾出來 有沒有這樣子 嗯 這樣就好 你看喔 剛剛是有懸空嘛對不對 你勾了耳之後 立起來這樣子 蝦子救了的時候 馴化會比較明顯 我們就先量水深 好 一樣就是 先量的水深這樣子 為什麼要量水深 因為 每一家蝦場它的 石面喔 會有 不一樣的 深度跟淺 嗯 那我們就會 每個地方都去量 知道說 哦 這邊你看 這邊就比較深對不對 對 可是剛剛好 來個馴化就會不同 好 這邊有兩個鉤子嘛 我會再多準備一個鉤子 等一下你就可以看到 是解這個金丸的快拆 我一樣是這樣子嘛 先勾好 對 先勾好 涼完水深在調的時候對不對 嗯 它這個 擋豆 跟擋豆 上下擋豆 不能太緊 太緊的時候它就會歪歪的啦 就是這樣子 有一點點空隙這樣子 你知道嗎 嗯 不要說太緊 太緊它就會被擠 擠下來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來做釣 它訊號來了 我們看到它慢慢下去了 嗯 剛剛本來是有三明星已經淋嘛 對不對 對 它有沒有 它往左邊走的時候 嗯 我們就往右邊帶 對 它帶緊 線要把它繃緊 有沒有 就點一下 哦 它就 對 它在動嘛 對不對 對 不要一下子就把它拉起來 我們可以慢慢的順著它這樣子 哦 好大隻喔 有沒有 哇 有沒有很大 哎 我剛才說 它這邊有一個小飛桶的話對不對 就是解開這個 因為這個 它就是一個金銀環 對 我們可以擺這邊 再拿一個鉤子 鉤子就 這樣子進去 一樣它是一個卡的 你要再給你試看看 卡住而已 進去裡面嘛對不對 對 因為剛才說 會準備第三個鉤子的原因就是 進去的時候 你就可以 擠這隻蝦子 像那種蝦子它 熬很長嘛 像我都習慣這樣子壓著 往後壓 哦 它就不會夾 它就不會夾你了 它的訊號又來了 有沒有 嗯 上面那個叫做 剩下的蝦蟹 就稍微帶緊 可以一樣往上面 輕輕的點它 有沒有 它不掙扎耶 它不 對 它不掙扎的話 我們就可以趕快 你看 它在掙扎的時候 我們就要 配合它 就是 不要 就要讓它這樣子 為什麼要讓它 不是 它在拉手 我也 它也在拉 我們也在拉的情況下 它就會 有時候會噴掉 噴掉蝦子 對 這個很大吧 對 因為它這邊 歐熊是中和尺 裡面有公母蝦 這隻就是公蝦 一樣 不知道它是公蝦 公蝦的話 它有熬 熬很大 很長 再來 它這邊沒有蛋這樣子 哦 對 一樣放在這邊 哦 它夾住了 嗯 其實我覺得 掉下蠻簡單的 就是 這個重複的動作 基本的 動作出來 就是丟出去 嗯 哎 鋼子伸 我們要丟前面的話 我們就鋼子伸長一點 嗯 稍微這樣子 哎 又來了 很快 好快哦 有沒有 哦 這種掙扎的很厲害了 今天我們下 嗯 慢慢 我們要慢慢的 今天我們可能可以吃很多蝦子 哦 天啊 呵呵呵呵 這個也剛好沒有熬那些 我們就可以趕快 直接解開完畢 那剛剛像那種沒有熬的 就是母蝦 它算是小公蝦吧 小公蝦 哦 它會夾你 你就把它 這樣子 它本來這樣子嘛 對不對 要把它往後 要往後 抓它這樣子 它就絕對夾不到我們了 哦 哎 它這個是正吃的 正吃就是 吃到嘴巴裡面 好像有些是打刀就打到這個 就是雷打片 嗯 哎一樣 這個 我繼續去換掉它 哦 慢慢的我們就把它換掉 哦 換個新的 一樣我進去再出來 嗯 那勾了之前我們要注意看一下 我們這兩邊你看 這個就卡 線卡住了嘛 嗯 我們就稍微調整一下 這樣 這樣長 長度才不會跑掉這樣子 它往這邊去的話 你就甘蔗喉 就是跟它在不同的地方 嗯 跟它反方向 對 反方向現在線繃緊 稍微 點它一下它就進去了 鉤子就進去了 不用說 哦 那給它 死讓人 要甩出去 對對對 所以料蝦蠻好玩的 怕被咬就是照我剛剛說的那方法 哦 去往後面把它的凹擺到後面的話 就不會去夾到那些 我覺得釣蝦就是 要有耐心去尋去找到蝦子 就把它釣起來 我覺得那還是一個功夫啊 一個技巧 水泡在打嘛對不對 對 那我們就會 控線 所謂控線就是 把這個浮標跟那個線對不對 一直是控在這個水泡 然後你不去拉稍微微風景的話 你看哦 我鬆掉它 它就會被水泡推出去了 對 控線就是竿子要去伸縮這樣子 嗯 其實水泡裡面 也有可能會有蝦子藏到那邊 好 對 有訊號來說就是 封線 微封線 嗯 手腕封好的時候 靠手腕力道去點它 鈍點 瞬間的那種鈍點 起來就好了 不要鬆開哦 現在已經線繃緊了嘛對不對 你不要又去壓下來 壓下來的時候就鬆掉了 哦 你線繃好你就直接 這樣頂它一下就好了 不要上胎 它就直接越再進去 就會 中了 變天比較冷 我覺得天氣也會有影響 蝦子的救餌 所謂救餌就是吃啊那些 可能它也不動 會冷嘛 我們冷冷都會不想動 我跟它在水裡面 我相信它可能比我們更不想動 真的 所以就是要去靠尋它 去找蝦子 嗯 這邊比較淺 這邊比較深 那個尋號都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就是盡量就量自己做掉的位置 的地方找蝦子 嗯 我們來釣看看這個邊邊 好 每個地方都不要放過它 都不要放過它 對 像這種邊邊我們也是會這樣帶 只是有時候可能線會很長啦 嗯 我就會習慣去抓著這個線 對不對 嗯 用這個線去帶 不是用肝子去帶 是用這個 手 對 用這個這樣帶它 遇到水泡去的時候 它有可能會下沉 但是那個不是訊號來 嗯 有沒有 那個是水泡把它壓下去的 訊號 也是我們俗稱的假訊 這個 有沒有 這個 這就是 假訊的 來給妳體驗看看 剛好放下 真的嗎 真的 好緊張喔 沒關係 它這個握肝子有什麼 就是手法之類的 喔對 我看過很多人握 有人 還有人這樣子握啦 還有人這樣子握 其實也是要看個人的習慣啦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 差不多握在這個LOGO的這邊 是最剛剛好的 女生也是一樣 就是四肢這樣子 而一肢是頂著嘛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是全部伸直 越伸越長 開箱的那種力道就是 我覺得是越不好開啊 剛剛伸到全長是七指 嗯 這收一截下來就是六指 好 妳在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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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樣子 好 開 有沒有 輕輕的 它在動的時候 就稍微讓它一下 對 這樣一下 哦 有慧根喔 這個 這個有厲害喔 好 來了 它往左邊走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 有 輕輕的戴右邊 先戴緊 這樣會太鹹 沒有 太緊了 好 好 可以開它 好 有沒有 小心 對 就是這樣 妳剛才有聽到 SOOT的一聲嗎 有 它就是 妳是靠手腕力道 跟崩到線 才會有那個SOOT的聲音 很厲害 真的 然後 細細丟 又拋 拋一次 兩次再 我覺得距離有出去的時候 再放下來就好 然後要 出去的時候 對 這樣子 對 那像把它拉起來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訣竅 因為我發現我把它拉起來的時候 它好像都有點亂飛亂飛 那一定的 我們也是就是 平安感覺對不對 我怎麼覺得 妳們拉起來都問得到面前的 是它風景 微風景 好看 對 是這樣子 妳看 它就不會回來 這個到底要怎麼 讓它回來 例如這樣子的時候 它例如從這邊嘛對不對 妳應該就這樣拋回來 就拋在妳這邊 妳試看看 反正它應該是不會掉 都這樣拉回來的時候 對 都拉到妳自己面前的 拉到妳面前 就稍微抓到這個地方 抓到這邊 這個就 解開 解開 對 對 那我再一次 它往前面走過來 一往後拉 拉緊就是可以開它 對 對 好 開它 對 沒關係 慢慢來這樣 對 這樣 對 我們來換位置好了 就配中配得好 掉下去很厲害 好像要來囉 輕輕淡 好 風景就開它 開 嗯 對 對 對不對 嗯 水深量的好 就夾到我 就被夾了 原來是水深的問題嗎 差一點點而已 你看差一點點就差很多了 直接讓我們釣蝦之旅 困難重重 太困難了 風景就開 開它了 開 對 這種我就很怕它 這種夾子 而且它的夾子怎麼很長啊 不是 重點是這種顏色的喔 跟剛剛的顏色不一樣 這種很痛 我們剛才在 誒 剛剛那隻還沒有夾 還是一樣 這樣子 解決它 擦熱啊 一樣這樣在前面嘛對不對 對 對 就一樣 擲它了啦 擲過來在後面再抓它 嗯 它就夾不到了 很掙扎耶 對啊 它就開始 它很努力 想要夾你 它怎麼樣都夾不到 就跟我們在抓那種螃蟹一樣 這就是眼力與耐心的訓練 欸 真的 喔 還有屁力的 來了喔 輕輕的 輕輕 柔柔的戴一下 再一個 欸 線稍微微微繃緊 微微的繃緊這樣 等一下喔 它還在 稍微再輕輕的戴左邊 那線要繃緊 那個角度不要冰掉 欸 它輕輕的這樣 不要動了 繃緊了 再手去頓它 好 開 有沒有 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開啊 開 喔 這個 有沒有 這就是 你跟它硬拔的關係 就這樣子 有沒有 它一直在掙扎對不對 很大隻啊對不對 對 它動跳了 喔 對 我嚇一跳 我還嚇到 腳還在這邊嗎 撥出它的腳 對啊 打到它的腳 掉蝦時間過好快喔 很快的耶 時間會到了 我們比賽的時候更快 我都覺得我好像沒有掉多久 對啊 我們比賽是50分鐘 怎麼 看人家比都好久 自己下去比說 對啊 蛤 怎麼 剩下10分鐘 今天這樣子做掉的感覺如何 不錯 好玩 好玩嗎 好玩 手會痠嗎 其實還好 其實還好 因為可能回去就痠了 你只要學到這樣子的話 其實 把配重配得好 所謂配重就是我說的那個福利 配到快要下不下那種感覺 它就算是一敗的福利了 還是要就是一個配重啦 涼水深 這兩個都好的話 其實 就不錯了 所以就是我剛才講的 訊號來的時候 帶帶帶 角度喬好 就不要再帶了 就直接繃好線 點它一下就好了 對 今天 釣了兩個小時的蝦子 也學了兩個小時了嘛 對 有沒有什麼 想法 我覺得釣蝦就是跟我想像中的很不一樣 怎麼說耶 就是平常在旁邊看別人掉下的時候 就覺得 喔 怎麼這麼久好無聊 在看著水面發呆 第一次下去掉之後發現 喔 時間過很快 是 而且其實很好玩 好玩對不對 很有趣 其實它就是從左帶到右 從右帶到左 從上帶到下 還就是等著訊號來的那種微訊 看到訊號出來的時候 那上來聽就覺得 它來了 對不對 就開始會去 我們所教的 欸 怎麼貢獻啊 怎麼去小角度再去開箱 對 今天的成績也還算不錯 剛好今天天氣也蠻冷的 還可以釣出這樣子 欸 也覺得妳蠻厲害的 硬度力好 老師釣得好 沒有 看妳開那個 開箱的那個噸點 還有咻的聲音 其實 真的厲害 好啦 那我們早一天 我們再來練習 如果妳有空的時候 我們可以大家一起出來釣蝦 還多練習 還再早一天 就是找阿良他們來PK 我們偷練一下 好 我們偷練 偷練 偷練 他老師沒有拿過獎盃的 沒有拿過決賽前三名 或者是團體賽的冠軍 都有資格來參加 夏聖天下新人賽 一至兩個月都有一場新人賽 還有明年最重要的就是 明年我們還有一個全國聯賽 也歡迎各隊的隊伍 有興趣者 都可以來參加這個全國聯賽 打出妳的榮耀嘛 就像我們這邊講的 立即加入 吊出妳的輝環戰績 就是歡迎所有熱愛掉下朋友 一起來參加 那就今天的練習 就到這邊為止 好 謝謝 掰掰 麻煩 不要緊 發生 一陣子 發生 一陣子 發生